那么在react里边 我们就涉及到了第四个 我们需要掌握的概念 就是state 就是不是任何的一个东西 它放进来都会被更新到render上 都会触发render的更新 那么只有放在state里边的变量 才可以 那么怎么 怎么看到state里边的变量呢 我们来在这个地方变成第四点state 等于这个地方是个对象 我给一个a 这个地方是5 可以吧 然后第二个 那你说好了 我知道这个地方我也改成这个state点 好吧 那么我们来监控的把它改成state点 state点 好吧 这个地方呢 也是state点 全改 好 做完这个东西以后呢 我们再刷新 我们看它是不是这回是不是真变了 就是写代码的时候 有时候经常会不知道在想什么 然后就就就 随手就就放一个这样的东西下去 所以其实来讲就是人写代码还是挺不靠谱的 这个这个我我一直觉得是 人是一种不太靠谱的动物 就是说他有时能 擦出一些火花来 但是更多的时候都会犯一些错误 就是 别管你写了多少遍啊 这个地方还会出的好 你看吧 还是这样 有个同学说是王校长你逗我们呢 这个是吧 这个你这说了半天 用state的就能好 还说把拍抖音跟那个路上那个拍拍片 那个东西做了一个比喻 然后到这还是不行 好 我们要说一点 在这个里边的时候 你改它的时候 你记住啊 view里面我跟你说了 它是用setter getter 所以view里面那个A在加加的时候 其实它调用的是setter 它调用的是一个函数 它调用的是函数那个属性 压根不是在那个变量值上在做文章 所以那么也就是说 react的其实是比它做的薄的多的一个框架 所以它快 但是它不好用 这感觉就是像什么呢 就像一个手动挡的车 你什么时候想去 我噎到一挡 你速度在120卖 当然那个噎完了那个变速箱就坏了 你噎到一挡上去 它也能给你噎上去 它能这个在自动挡的车上 是不会不会给你做这件事情 是不会支持你这件事情的 但是 就是说 它在给你自由的同时 它事情也把所有的这个事情都交给你了 你自己去处理 它什么都不管 所以在这里边的时候 你去改这个数据的时候 它还是通知不了 也就是它还是不会再触发render 我们刚才说重新拍抖音的那个过程 实际是什么 就是再次调用render的过程 再次触发render的过程 也就是说你只有再次触发这个函数 它才能把它画成新的 明白我的意思吧 那好 那这个地方我们这加一个东西 这个未来叫那什么 这就叫渲染了 好 我们这东西加进去以后 我刷一下 你看第一次这渲染了吧 后面我再点 出渲染了吗 它没渲染 它runner没掉 它runner没掉的情况下 这个自然它就不会加 那怎么让它加 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记住 就在这个地方不能这么调 这个地方要调成 第四点 赛特斯泰特 这个赛特斯泰特是一个函数在调 然后里边是一个大括号的对象 把这个大括号的对象是 第四点 斯泰特点 加一 把这个东西加进去 然后我们再看 开始增长了 好 这个例子到这里 那么我们就知道什么是state 一句话呢 说一下state 就是state和第四赛的state 这个东西是干嘛的 是它是一种能够触发runner的方式 而且我们知道只有触发runner 然后到我们上的东西才会改变 不触发runner 没戏 你讲了吧 好 那么我们休息 休息一会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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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